通訪的緯英尼柚定項是 繼續在進行進班 布里高校團體人員 出生人所 斷日降級 繼續進班可能會避免 煩惱共有糟糕不久 專程兩回專班 到時尊老師可能會變成一部 教學裡面有小孩在算差距 有在聽教師 有在辦公會 兩回專班的小孩在老師的創業職下 做主題的學習 文鋒表示 兩回專班跟三回至五回的小孩 小孩 九號是差不多 最多的差八是二歲的部分 小孩在生外上 跟照顧的需求會比較多 師父上的操作都很順 接著通訪市今年輝贏禮 至少整班跟整個幼稚園 有告訴團體人員說 出生的因素 正是從一九年開始當年降價 那這次正班 雄元跟蘇九百米會失去兵型 也反而說入幼稚園 九生的人數不夠 那專做兩回專班 有夠老師可能會假作入年 不過也有夠有團體人員說 連幼稚園跟土地層正合了後 現代有夠老師 也會有到兩回小孩的教學專業 最重要的是 教育局跟相關主管單位 應該要確認這個元素 它有沒有相關的符合法律規定的場域跟設備 能夠遭受兩歲專班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鎖定幼兒園內 教保服務人員包括教師與教保員 而教保服務工作也包括教育及照顧保育工作 且同樣重要 教育局表示 投降出席的人數已經是全國第一 投降 路地 八地跟中流電電的所在 因為發電訴求比較大 共濟和蘇勵的比例也差很多 至少家鄉前班跟幼稚園 觀光並沒有去兵型 幼稚園就算對上是兩歲至六歲 營養國年關於蘇勾來調整班程 是屬於合理 國立幼稚園調整做兩歲專班的過程 也會成分補助相關的體設施至費用 那若稚園的部分會依優告法來補助 繼續 中學報道